也要進一步看到班島正文燦的幕後最大工程 我們的獨家消息是素攤組47期的調查官蕭澤蘭 七年來默默地搜證 傳喚超過七十人來約談 終於找到關鍵的證據 過去他也憑藉驚人的毅力 心虎監聽調查 破獲了堪稱史上最大的遊艇患教舞弊案件 黑色系裝外套戴口罩低調走在人群最右方 他是47期素攤組的調查官蕭澤蘭 辦案非常有經驗 更憑藉驚人毅力搬倒政界巨額 前海集會董事長鄭文燦 2017年前台素集團總管理處總經理和前副總經理等人 推延後合開土地開發公司 一行人找上鄭文燦協助土地變更 檢調懷疑他們為了順利推動重劃案而密謀行為洗錢 向法院不間斷申請搜索超過十次 蕭澤蘭這七年來也默默搜集證據 傳回70名涉嫌人來約談 搜索40處可疑場所 扣下相關筆記本 電腦等任務 終於在他住家主臥室找到678萬來源不明的線鈔 成功讓鄭文燦倒台 而蕭澤蘭過去也用同樣經驗的態度揭發重大賄賂案件 好 來 最準前面那一棟 黃白是那一棟 想考取遊艇動力小船駕照的用功溫習教學影片 專注操控遊艇 卻傳出有超過2000人輕鬆用雞腿換駕照 調查局借過勤資發現航港局 中部航務中心負責合發 換發及補發駕照的前送信寄所 從2007年開始利用植物之便 以每張25000到5萬元的金額 收回販賣駕照獲利上千萬元 蕭澤蘭辛苦監聽調查發現 不止一人胡亂發送遊艇駕照資格 前送信寄所也在服刑期間 攻出九名台中港警總隊員警有幫忙做假駕照 破獲這期刊稱史上最大的遊艇 換照舞弊案件 蕭澤蘭擅長放長線 吊大雨如今也收穫成果 成為班島正文蔡幕後的最大工程 記者李明金元 頂台北報導 中文字幕前送信 позвол fore have Lets 其他小型脣崩嶺 火